他以要陪对象为由 屡次放你的鸽子 这个是我以前接受不了 现在能了 现在能了 现在自己也干这事 不是 我现在不是觉得吧 可以理解 就是 我老干这事 我老干这事 我小时候经常喜欢逼朋友 在对象和我之间做选择 哎呀妈呀 那多难个人呢 也不是说做选择 就是说 一定要以我为主 或者是我们这帮朋友为主 你不能说 就是有了对象 就忘了朋友 对见色忘异了 当时 但现在好像 大家都不会这么 因为咱们嘛 岁数大了 我现在就是 就大家一起玩吧 因为那时候 大家也确实美对象 但我很喜欢跟 他或者他对象一起玩 我觉得这很开心 我愿意跟朋友对象 对我也喜欢 我适合这个 这把 这个 overall ��터 哇 我 你不是不好评价 这晚上脸上一靠 就不好评价了 然後 ≥ 你拿上手 那脸是 装子 哈哈 哈哈哈哈 这适合我吗 这才行 你别说 你那个眼神也没有好到哪儿去 也不好评价 但比这个强 我这我不是了 是不是因为我口红没事了呢 有 啊 别早别原意 再比一下呢 好吧 茶呀 请注意这不是要饭的碗 啊还有大有小的这里 他们因为有个采访 说让我想跟你们干点啥 我琢磨咱们也是钢剑 咱们就一起 冥想吧 那冥想不得我一个人送吧 你俩明白 我跟你俩整这个 咱用那么专业吗 用吧 那他不想 咱都在这想了 咋敲啊 应该是哪面敲啊 那个磨砂那面 是这面吗 应该是 你是敲的啊 他不是这转吗 也有敲的 他有 好像他 我按摩的时候好像是 还有那种拿那个灯 刮一下还怎么着 我学过 我之前有一个戏要我送播 就是他有声 哦 你们睡眠好吗 我挺好 你不是挺好了 我是不是挺好吗 我走哪都能睡哪 是吗 然后我还看一些这个冥想课 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如果冥想睡着了也是 也是一件疗愈的事情 对 我看人说就冥想的时候他会清空大脑的垃圾 对 那你们有冥想的习惯吗 好像说是冥想一段时间那大脑长了 那我们三个坐在这就冥想吧 开始 我特别喜欢那种一提一就举手的人 哇 谁跟我约我 就是来 我去 我特别喜欢这种 就是我我幸运里有一个那个东西 执行不坚决就坚决不执行 就我说今天晚上出去吃饭 咱吃火锅 你要是哎呀 哎呀 你这样哎呀一下 咱这事就我就说不去了 真的吗 对 我就直接 我朋友要跟我哎呀 我说哎呀啥呀走 我我再玩是他要是哎呀一下 他犹豫一下 我就说那就算了 我就我这个人有毛病 就是我希望 他就是被坚定的 被坚定的说同意 那我咱俩是个当朋友 我就是特别喜欢拽人出去玩 但是 不拽明天只拽此时 还是艺人 很少的 至少 但至少 好就好在 他就是我二哥嘛 当时蒙探的时候录的 然后我就有什么不开心的事 我就会找智胜 就是 智胜属于那种 会回一些冠冕堂皇的话 对 对 他回微信是哪个路线 哈哈哈哈 什么的 他说这你 这多高兴啊 但是你会 这也挺开心的 你会觉得 没多大点事好像 传智胜是那种 他回微信 他挺可爱的 就是 我有一些朋友 他们是不爱走心的 你觉得你在 常爱行为倾诉 他就会 给你讲笑话过去 正事是属于这种 但正事他也会 就是他先会敞开一点 然后跟你也说 安慰一下你 然后再说 哎呀我妹妹这个 还应对不了吗 然后就搞笑了 对 然后你心情也会变好 这样朋友挺好的 你今天想在你俩约好了 在家里边 比如说做顿饭 然后呢 他有一个朋友 临时要请他帮忙 然后他就不能在家陪你做饭了 那可以 这也可以 嗯 那如果是你俩的纪念日呢 你看你聊到几点 你非要在纪念日这天 聊到第二天早上五点的话 那 那 这样吧 你俩的纪念日 他朋友今天失恋了 他要去新疆陪他 他问你我去吗 那我肯定会先生气 你去不去你自己不知道啊 我做 我觉得你也会生气的话 你就不要做 因为你觉得 就是这件事 一旦出现 他可能会生气 那他一定会生气 那就别做 你非得说 可能会生气 那我掐一扣 也许我问了 对 他万一不生呢 那这就是他的问题 我觉得这就不对 对不对 实在推不开 那就没办法 这是干啥的 就是 随时随地发一张自己的照片 你的软件 就纯图片的朋友圈 就是啊 后来我们没有那个就用 是辣姐开始 然后我们就开始 辣姐开始 然后要求我 智善和龙哥 绝点跟他 他是不是来咱们节目 说过这个东西 你有吗 我也有 而且我们还要设置为 就是你在桌面上 就能看见他在干什么 你怎么看他在干什么 他的 就会出现在你的桌面上 咱们仨 完了就 就是你有一个这个 他就你的这个顶上 他就会出现别的照片 智善你看 而且就是 就是随便就 都没有要求 蜡姐她就拍这个天天 都很好玩 蜡姐 我让蜡姐天天放 我也来发 你们是要互相互动吧 不需要 不需要 有偶尔想点个赞 有时候点赞 点 没什么点 没什么点就拉倒 但也不会特别的亲 反正我们平时也不 完了只要一路掏乌 蜡姐就天天催促我们 然后我们就发一发 路掏乌你们不是在一块吗 不是就路掏乌屋期间的其他时刻 就分开的时刻 我现在从我家要走到毛雪罗 然后呢 我在过程中想给他们送一朵花 但是我又不想去买这个花 我就想去捡一朵花 捡一朵野花 这样它也是自然掉落的 然后我们看看 现在能不能遇到一只野花 Let's go 你看 在找野花的过程中找到一只小恐龙 哎 你看你看 你看 野花 因为 我是想给你们 捡野花 这些野花 刚刚生 生长在这里 很可爱 一片一片的 被我发现了 但是我不会摘它了 所以就录给你们看看吧 还有两个 到家常的小姐们 多么的投入 大家再见 吃起来 哈哈哈哈 吃起来 拜拜 咪咪你再说一下 我说是那个芽芽 也会人家 对呀 是不是 对 我就是 哈哈哈 走了 阿姨 拜拜 拜拜 进入方圆 现在再走过去 非常安全 没有掉下来的 你们有没有 都没有掉下来的一组了 原来他们花园里就有啊 多么珍贵呀 没有 尤其我前阵子不是去法国吗 我觉得人家活得好自由 就我们在意的事情太多了 然后我们天天看手机 人家就是那么一大片的人坐在那儿 看什么 看就是这个天日落 就看就对着这个天 然后聊天 没一个我拍张照片 我就放大看 没有一个人有手机 人家就是唠壳 人家能唠五个小时 干唠 什么都唠 从这下杆开始唠 就唠壳 一下手机不看 一下天不了 你既然找不着我 我就找不着了 就拉倒了 我觉得这种生活就很快乐呀 但你能接受这样 这个不好吗 我真就成绩呢 就过得像一个普通人一样吗 不是 但是因为不是我说那啥 就这种生活状态 有些人是会觉得心里很没有底的 就是你让他在那儿看 他也不知道该干啥 那你昨天晚上到点儿出去玩去没有 不想出门了 最近 我不能再说不要再递给我了 已经见底了 忍不住 我也是忍不住 你没吃饭吗 嗯 吃了 嗯 吃完了 吃了 吃的还忍不住呢 忍不住 而且